國際半導體展在臺北開幕 蘇奎致辭時表示 臺灣是亂世中的福利 也是優勝美麗 川普在聯合國大會演說 強調禍害全球的疫情 必須向中共究責 反對中共在南海擴張 聯合國大會上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 再提南海仲裁 傳達臺灣不屈從中共 總統蔡英文 獲選為美國時代雜誌 2020年百大影響力人物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 八點經文